为什么抄体对抗的插件要分三种类型 蓝色 紫色和金色呢 其实这么做有三个原因 一 很多道具都是分等级的 织器中其实有很多道具都有三个等级 首先就是头盔 护甲和背包 都是有三个等级的 等级越高是越好的 对应的刚好是插件中的蓝色 紫色和金色 其次枪切也是有等级的 普通的就是地图刷新的枪 高级的就是空头枪 所以插件分等级很正常 二 增加内容的丰富性 如果抄体对抗的插件只有一种类型 那这个模式就不那么好玩了 首先插件的属性要么太强要么就太弱了 那也太看运气了 运气好 一切都好 运气差和别人根本比不了 而有三个等级的插件就不一样了 凭实力 凭本事获得更好的插件 三 让玩家有追求 如果都只有一个等级的 那玩家就没必要满地图找金色插件箱了 反正都是一样等级的 就用升级给的就好了 所以有三种等级 也是为了让游戏更好玩 让玩家有所追求 而为了让游戏更好玩